也互相鼓励 希望我们 学佛 以及念佛 能够得到利益 特别是这一句 弥陀名号功德不可示意 尊敬的各位同修 上个星期 我已经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为我们 分为七大类 首先 我们必须 要深信净土 而信为我们 分为七种 第一种的呢 就是信佛言 在这个地方啊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是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 特别在 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都劝导我们 要念这句 阿弥陀佛 命号功德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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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的好处有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凭什么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你才会对于这句名号 产生的深信 有相信 有信心 比方说我要移民到一个国家 比方说到澳大利亚 你首先必须要了解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政策好不好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安居乐月 我住下来能不能有安全感 你了解你明白了 我来办这个移民的所需 再比方说 非洲有一些国家 每一天的政策很不稳定 甚至于有时候打打杀杀的 你住下来也没安全感 你会不会搬到那边 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住吗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很清楚 很了解 这个国家的情形 这个国家的状况 你才能够下定决心 我要住哪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不能带着 给我一个安全 能不能住下来 能不能平安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念这句名号 那这句名号的好处 对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凭什么 而且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 我们念这句名号呢 什么原因呢 在这个地方 必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才能够进了第二步 因为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第一个先告诉我们 你要信佛言 你要相信佛的话 你才能够进到第二步 那什么原因呢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明白为什么 我们要念这句名号了 首先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把信分为七种 叫我们信佛言 如果我们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宇宙是什么呢 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 一般社会叫做宇宙 在佛法里面不是叫宇宙 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 大家都会了解 一切诸佛 为什么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问题是大问题 不是小问题 你明白了 这个宇宙里面 这个宇宙就是整个宇宙 很大的宇宙 我们佛教中间三千大千世界 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大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如果你把这个宇宙里面 真正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十方诸佛如来 劝导我们要念这句名号 我们看下面 这个宇宙在佛法里面 叫做法界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宇宙是一般社会人称为宇宙 这个宇宙有多大 但是在佛法里面不称为宇宙 整个法界 那个这个意思就更广了 这个意思更广了 那为什么呢